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很有可能就会导致损失 所以说大家一定不怕不要有心理负担 觉得投资可能把把赚钱次次都盈利 这是不可能的 只要我们在这个市场中 势必就会遇到有损失 有回落的可能性 那么当你的投资出现损失 出现这个我们知道回调的时候 你如何去处理 相信这个呢才是真正的关键 因为呢任何的东西我们都知道都不可能是百分百的 而且呢很多时候我们知道你越担心什么 它往往呢就会越出现什么 那么对于这个 当你出现损失的时候 到底是选择割肉 还是选择等待 等它回调或者反弹 这种呢 根据我过去十年以来 对于客户的观察我发现 超过80%的客户呢 会选择消极的等待 大家心里会想 我等等它 可能它就会反弹 可能它就会回来 这个时候我再去评 就当我拿了半年或者是一年的银行定期存款 如果我现在平了割肉了 那岂不是什么都没了 可是往往呢 事情并不是如你所愿 很多时候呢 你现在不平仓 它价格很有可能 更大的可能是继续向下跌 而不是反弹 所以从一开始的亏一千两千 到后面亏五千六千 到后面呢亏一万两万 所以我们每一个人投资的时候呢 你一旦没有设定止损 很有可能你有一次呢 在过去几次的盈利 都会因为一次的亏损 而前功尽弃 所以作为一个理性的投资者来说 设定一个止损 这是一件必须做的事情 而不是一个选项 我们也跟所有的客户朋友们说到 任何时候都要设定一个止损价 那至于这个止损价距离是多少 每一次的损失最大限度是多少 这个可以因人而定 但是不论你设定的是 5%的损失离场 还是30%的损失离场 这个底线 你自己心中一定要有个数 一旦价格跌破了你的底线 千万不能犹豫 一定要坚决平仓 我们说过呢 留得青山寨 不怕煤柴烧 如果你每次都是等得亏损了 大部分本金在贫 那么相信 用不了几次 你所有的资金都会被消耗殆尽 再来说一下 既然说的这个亏损 就我们要说一下合理的预期回报 我发现这个问题 我之前说过好几次 但是呢 这个我们很多朋友们呢 还是心里面呢 这个有一些误解 因为我发现很多时候呢 咱们朋友们老是把国内的一些回报预期值啊 放到澳洲去 我们知道国内的经常股票有涨跌平板 今天涨一倍 今天涨10% 连续七八个涨平板 有的时候呢 或者是做小额贷 或者做过桥贷 这个每个月的收益也非常可观 于是呢 大家就不满足银行的3% 4% 想要更多 10%不够 20%还不够 最好一年能够翻倍 甚至于翻几倍 但是 我要和大家的说 说的是呢 在一个成熟的资本市场里面 一年翻倍 甚至于翻几倍 这种事情 是绝对绝对的少数 绝不可能是主流 那么如果你想一年翻倍 甚至于翻几倍 你就必须面临同样的风险 什么风险呢 就是你的资金血本无归 我们知道你做国内的股票 如果你一天能够吃到连续几个涨停板 有可能同样你也会吃到几个连续的跌停板 小额贷款 你想赚的是一年20%的利息 但是别人呢 很有可能拿了你的本金不还 你有可能连本金都没有 所以很多时候风险永远是和收益成正比例的 那么在澳大利亚 包括其他像美国英国这样的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 我们知道的正常的回报 投资回报呢 理性一点说 都是在5%至15%之间 任何的回报 在超过15%以上 都被称为呢 高风险投资 所以说有可能这个股票今年涨一倍两倍三倍四倍五倍 但毕竟它肯定是一个小盘 对于大部分的专业级投资者或者说基金和那些养老金投资者来说 他们所持有的股票绝不可能一年能够涨这么多 所以我们一定要对于投资预期回报有一个比较理性的观点 大家不要整天想着一夜暴富 你如果想着一夜暴富 你就有可能在明天 这个是血本无归 我们用一个理性的思维 用一个可以实现的回报率 这个呢 才能持续 才能稳定 以上呢就是今天的我们要说的观点 那么今天晚上12点30分 大家要注意是英 是美国初期GDP数据 再往后看是凌晨一点钟 英国央行行长又会讲话 以及呢凌晨两点半 美国的原油统计数据 所以今晚呢 预计美国就是美元 包括股市以及英镑将会比较波动 各位投资者呢将要引起重视 感谢您收看GoMarkets每日财经点评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